好某新闻台报道台南果农因为文旦自销而丢弃200万吨丢到河里 该则新闻引用错误的数字来源 你可以想象什么叫200万吨的柚子然后丢到河里 这个画面实在是有点扯 所以乍听之下乍看之下觉得怪怪的 造成对观众的误导 招主管机关NCC开罚 好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来了 试问政府机关对此类新闻开罚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会开罚就是因为错误 其实题目都已经跟你讲了 错误的一个数字这个就太夸张了 所以你可以注意看一下 ABC其实都不会构成所谓开罚的理由 因为这个你说会影响水果的销售 这个其实没有一定的相关性 那你说影响政府形象 这个是新闻跟政府也没有关系 这个我觉得这个第一次来乱 C没有平衡报导其他县市的果农 也不对 因为你要focus在说台南的果农 把200万吨的文蛋丢掉 那这个消息乍看乍听之下 就觉得这个好像不是事实 所以你看未经查证的消息损害公共利益 会造成恐慌 哦这个怎么怎么会这样子 这环保的问题还是这个消费者荷包的问题 就是代表说呢 好像随便买对不对 好像就变成说过剩了 其实好像没有这个事情 所以答案选的是 会损害公共利益 请不吝点赞订阅